专注于带来篮球场上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昨天本届欧景赛的淘汰赛正式开打了 八支球队进行了四场激烈争夺 每一场比赛都打得并不轻松 但斯洛文尼亚,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靠着实力 杀入了欧洲八强 首先法国和土耳其的比赛也许是最精彩的 就好像写好的剧本一样 法国一上来就取得大比分领先 但第三节被对手打了一个19比0的高潮 而追上比分 第四节两队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常规时间最后2.5秒 法国靠着戈贝尔的补扣才将比赛投入加持 而进入加持赛之后两队依然保持缠斗 博尔基最后10秒落后1分 有机会绝杀法国 但球员对一次比较低级的运球失误葬送了机会 法国得意以87比86战胜对手晋级8强 本场比赛法国神塔戈贝尔表现最佳 全场11投7中拿到了20分的同时 抓下了17个篮板球 其中7个为前场篮板 赛后戈贝尔说 就球员水平和比赛表现 至于接下来的目标法棍则认为是拿到金牌 而土耳其教练则认为 这场比赛是他26年只教生牙周 最痛苦最难以接受的失礼 他们确实有拿下比赛的机会 但赛国已定只能坎然面对 接着是未免冠军斯洛维尼亚队 哪怕今天东气齐进入状态的比较快 但他们在前三节也遭遇到了比利时的强势挑战 第四节出两队甚至打到了65平 可此时还是卢卡战了出来 打进诡异2加1改变了比赛的风向 在末节的最后5分钟内 率队打出17比0的高潮 收下了比赛 东气齐全场比赛25投11中 3分球10投4中 罚球10发9中 砍下了35分 5篮板5助攻4抢断 而加上此前的两场比赛 分别拿到的36分和47分 卢卡成为了欧锦赛近30年 唯一一位连续三场轰下30加得分的球员 队中老价德拉基奇也对卢卡非常佩服 因为东气齐有机会冲击 历史最佳 然后是德国以85比79战胜黑山的比赛 虽然德国队上半场占据绝对优势 最多是领先27分之多 但下半场被黑山打出心得 比分一度被追到仅差3分 关键时刻 德国队靠着更好的经验 连续命中5G罚球锁定了胜利 此夜 NBA失业人员施罗德 再次拿到全场最高的22分 并送出8次助攻 而魔术二年级新秀 Fred Wagner 也有14分5篮板的贡献 但他在比赛中扭伤了脚踝 下场比赛能否上场 暂时还不得而知 德国队将会在下一轮 面对希腊和捷克的胜者 另外老牌静女西班牙队通过加持 以102比94战胜立陶宛 连续第21次晋级欧警赛八强 创造了历史 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 芬兰和克罗地亚的胜者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